我们一向主张一个中国和平统一的立场 坚决的反对台湾独立 反对分裂国土 这是这番话引爆舆论 才刚参加完海峡论坛的无成点 刚下飞机抵达国门 马上捍卫立场 我们一路走来都是这样主张 那我们的看法 异国是我们宪法里面就异国 不以异国并没有变成一定是他 那两制的时候 我们现在台湾的制度跟他们毕竟不一样 两制都是这样的尊重 不只新党主张始终如一 亲民党也说两岸应该要交流 才能减少误解 对目前两岸误解比较大 困扰比较多 真正了解的话可以避免误解 避免误解就自然会消弭一些困扰 小党态度坦荡荡 似乎也更凸显国民党帮手帮脚 原本要由前立法院长王金庭率团出席 却因为求和说临时喊咖 但大佬不来 小兵们却在开幕式上隔空参一角 或许会因为少数人 一时的错误行为 而影响了台湾与大陆的交流与交往 这充分显示出两岸人民想要扩大交流 相互往来共创和民的决心 来营立委的祝福影片已曝光 让泛绿阵营看不下去 汪洋首度没有参加海峡论坛 表示他也对这个论坛不重视 国民党还热脸去贴冷屁股 让中共摸头真的是不足取 坦白讲就没种啊 就明明知道自己停的是邪恶政权 然后又不好意思表明身份 录影片到地域18层 去给阎罗王加油 我想这种小鬼自有天收 身为最大的在野党 国民党从上到下 不仅立场反复也不够团结 在勇于坚持主张的小党面前 不只输了李子 恐怕也输了面子 环玉新闻陈明彦红 是陈林薇凯 一地亭综合报道